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個題目 102年學測考大學的第16題 雖然是考大學 但基本上國中生就會了 不用念高中 不用念高中 不需要去念高中 哈囉 大家好 以我們無論如何 102年自然課第16題喔 那下列圖書中哪些操作是正確喔 呃 在這邊我們必須要知道這些實驗室的 器材的操作 那這邊總共有五個 五個選項 還有五個不同的實驗室操作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它吧 來 首先是我們量桶的部分 我們量桶要把東西倒到我們量桶裡面 要怎麼倒呢 要把液體倒到量桶裡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我們的量桶傾斜 然後液體泡過去 然後開始進行傾倒 這個是正確的動作喔 那接下來我們將粉末放進我們的飾管裡面 那要怎麼放呢 那在這邊就是 將它 橫放 然後放進去 那這樣可以避免我們的 我們的粉末 太多留在管壁上 然後讓我們的粉末可以到 我們的飾管的底部 所以這個動作也是正確的喔 好 第三個 從屏裡面吸出試劑之後 來 這張圖上面是吸出試劑以後 我們的Dropper就是我們的滴管 它是倒過來的 那液體就會跑到我們的吸球裡面去 那這個動作呢是錯誤的 因為這樣子我們的液體就會跑到吸球裡面 會讓我們的吸球變不乾淨 那以後我們就沒辦法再繼續用這個滴管 因為我們如果再用這個滴管吸 那就會不乾淨 那正確的方法是什麼呢 正確的方法就是 我們滴管朝下 那我們吸球在上面 那吸起來之後我們一樣有吸球在上面 滴管的 吸的部分在下面 這才是正確的動作喔 來 第一個是我們點燃酒精燈的方法 來 第一個是我們點燃酒精燈的方法 這邊的圖示是講說 我們用一個點燃酒精燈去點另外一個 還沒點燃酒精燈 這個動作很明顯就是錯誤的吧 因為我們這樣一傾斜 那我們的酒精就會露出來 那這樣子只會讓它更危險 到時候你點火點的整天教室都是不難 就不太妙了 那這個動作是錯誤的喔 那我們要怎麼正確的點燃我們酒精燈呢 正確的點燃方法 就是用我們的火柴 或是用我們打火機 點燃火之後呢 再靠近我們的火源 點燃它的燈 點燃它的燈芯 那它這時候就會點起不來 點起來之後 它就是我們正確的點燃酒精燈的方式 那不要忘了喔 我們在 我們在熄滅酒精燈 它怎麼熄滅 直接蓋上它的蓋子 就可以熄滅我們酒精燈囉 這未來會教 來第四個 我們要收集氫氣 那收集氫氣要用什麼方法收集呢 那它的這邊集氣法有好幾種 它這邊提供這個叫做 向上排氣 為什麼叫向上排氣法 因為我們把空氣打進來之後呢 我們要收集的氣體會累積在下面 那原本的空氣就會打出來 那原本的空氣被往上排出來 就叫做向上排氣法 OK 好 那這個方法適不適用於氫氣呢 我們必須先知道一件事 我們的氫氣呢 它的重量 它的重量一定會小 我們的空氣的重量 因為我們的空氣的平均分子量大概是28嘛 對 所以它的重量一定比我們的空氣的重量還好輕 所以正常我們氫氣應該是會浮在上面的 所以這種時候我們要用什麼方法排氣呢 這種時候就說 那可以用向下排氣法嗎 用向下排氣法 我們還要 必須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向下排氣我們的空氣起來在上面 但是我們必須要保證 我們氫氣能把空氣全部擠出來 那如果要更高純度的氫氣的話 我們就必須用另外一個方法叫做排水機器法 那排水機器法是用的氣體呢 就是不容於水的氣 那我們這邊剛好吧 氫氣的重量小於空氣 那 而且我們的氫氣又不容於水 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向下排氣法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所以這邊這個向上排氣法收集心體就是錯誤了 好 正確的方法就是用我們的排水機器法嘛 我們後面會叫排水機器法 我們後面會叫排水機器法 我們國中都是用排水機器法收集心體 因為我們的氫氣也不太容易水嘛 所以呢 都會是我們的氫氣 那我們水就會被氫氣擠下來 這樣就可以收集到比較高純度的氫氣 接下來我們回來看我們的題目 那他說下面哪些時間操作的證券 我們剛剛看了這麼多步驟 那證券是哪幾個 首先是我們的架嘛 然後 那剩下的這個就 這邊就錯了嘛 然後這個是混成火柴嘛 或是打火機嘛 然後這個要用排水機器法 再用排水機器法 所以我們正確的答案就是我們的 誒 那這樣就 這樣子你答對了嗎 這個其實 這個題目其實還蠻簡單 比較知識性的問題 那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 那我們可以再往後看一下 就是我們相關考題的重點 我們相關考題重點的地方會跟大家提醒 我們實驗器材的實用 還有介紹 就是我們實驗器材要什麼規矩啊 然後還有 器材要怎麼使用呢 然後它正確實用方法是什麼呢 要注意什麼事情 那這都是我們在這個地方會的講到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把它點進去吧 點進去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更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他的正確答案 賈跟乙其實國中沒有交 不過沒有關係 國中有交的時候你就知道 那個 丙丁目都是 錯的 你把丙丁目散熱就答一個 只是這樣AM 你不要有丙 不要有丁 你就知道答案就是AM 所以你就知道答案要選擇就是AM 反正就知道選擇是AM 好 那我們講過那個排野機器材 我們後面再聽會也講 那就是 實驗室的操作 要請你注意 我們特愛考 酒精燈要怎麼用 我們特愛考 濃硫酸要怎麼 稀釋 我們特愛考 量桶應該怎麼 使用 要請你注意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內容 有人問得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